大家好,我是先生会,你的人形故事机 之前节目里,萨婷老师曾经聊过关于吸血鬼的话题 我看大家反馈都不错 关于吸血鬼,也有不少影视作品 比如说前几年有一特伙,那叫目光之城 帅哥没你云集 我是特别希望能被那女主角咬一口,也成为吸血鬼 票房也特别好 目光之城这电影,除了吸血鬼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狼人 电影里头,狼人跟吸血鬼两个阵营打得特别激烈 在西方的传说中呢,这俩东西也是相互对立的 说起这狼人啊,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一种这欧洲民间的传说中的生物 这种生物呢,平时会变成人的样子 潜伏在人群里头 到了这月圆之夜啊,他们就会变成狼 开始攻击人类 手段那是极其残忍,上去康吃 要不就给咬死了 这东西咱们现在一听,就是假的 属于在那种特定时期 人们对世界认知还不全面的时候 幻想出来的一种玩意儿 不过历史上啊,欧洲人 对狼人的存在那是深信不疑的呀 而且呢 还发生过很多荒唐的故事 今儿,咱挑一个最臭名昭著的故事 聊聊 这个故事啊 发生在1578年的贝德堡 贝德堡就是今天德国的贝德堡市 现在那地儿好了,是个旅游胜地 风景优美 不过在当年贝德堡只是个小镇 而且特别穷 当地人啊,以饲养牛羊为生 牛羊对当地家庭来说那是至关重要啊 每家每户的经济命脉 也就是那会儿没有保养柜 要不每天晚上都得把牛羊锁保养柜里头 就在这一年初春 当地发生了一些怪事 很多家庭养的牛羊 头天晚上睡前一看还都好好的呢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呀 死一地 死相也非常惨 那牲口的肚子上被什么东西咬开了一个大洞 内脏都被掏空了 从这家畜的死状来看啊 这很有可能是狼群入侵了阵子 如果真是这样 那后果太严重了 咬死这家畜都是小事 万一伤了人那就麻烦了 于是呢 这镇子上胆比较大的居民组成了一支狩猎队 到这附近的山林里头啊 猎杀狼群 一连几天把周围可能藏狼的地儿都找一遍了 也没找上狼群的痕迹 没辙呀 居民只能退回镇子 加强小镇的夜间巡逻 防止这狼啊 再来镇子 这千房万房啊 还是没帮助 越来越多的家畜被咬死了 小镇居民也慌了 这么狡猾的狼 必须得马上抓住他 要不然接下来啊 被咬死就干着居民了 果不其然 没过几个月 最可怕的事发生了 小镇上开始有人失踪 一开始呢 是家里的孩子 后来啊 就连这成年女性 也没能幸免 很多人都是在家里头失踪的 甚至有些人啊 留下了一些残肢断壁 这明显是野兽干的呀 小镇居民没辙 再次组织搜索队 把周围这几座山头啊 找了一遍 依然没有任何发现 甚至呢 还有几个搜索队员也失踪了 搜索队啊 干脆改变目标 先把这几个队员找出来吧 他们在一块的巨石下头 找到了一个失踪队员的尸体 检查尸体之后啊 这帮人惊讶的发现 这个人全身上下 只有胸前有个洞 心脏被挖出来吃了 但是其他部分都在 紧接着 在这镇子周围 又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尸体 这个女人啊 是被咬死的 但是呢 在死前 有明显被性侵的痕迹 衣冠不整 这裤子都没了 这下事情开始有变化了 之前的事儿 那要是狼群干的 这两件事儿 可明显不是狼干的出来的 一时之间 小镇居民人心惶惶 不过索性 在找到那个被侵犯的女人之后 类似的事儿啊 就没再出现过 直到这1584年 这一年 有几个孩子 在小镇旁边的河边玩 突然 一只巨大的灰色狼 从这旁边的树桶里头 就窜出来了 给孩子们吓得赶紧 边喊救命边逃跑 听见呼救声的居民啊 也纷纷出来展开救援 就在这林子最深处 找到了一个女孩 这女孩已经奄奄一息了 当他看到这个救援队员的时候 用尽最后一口气说 那只狼会说话 说完就咽气了 听说这个消息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啊 也都把几年前这狼群攻击家 处婚人的事都想起来了 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这怪不得这狼能先奸后杀呢 合着不是一般狼 是个狼人 在当时的欧洲啊 狼人的观念深入人心 一旦发生这种事 那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呀 小镇居民人心慌慌 看谁都像狼人 很多人本着惹不起我还躲不起你吗 这种心态开始搬家 搬到别的地方讨生活 还有一些人呢 干脆把这教会成员请来 让他们帮忙 把这狼人找出来 时间来到这1589年 有一天晚上 有个小女孩独自在家 突然听见这门外头 有挠门的声音 这几年这狼人的事 传得沸沸扬扬 他特别害怕 立刻呼喊救命 周围居民听见他的呼救声 赶紧跑出来查看情况 没别的 发现一只正在逃跑的灰狼 人们仗着人多势众 一路追到一个山洞前头 狼的脚印就消失在这 大家伙壮着胆子 准备进山洞查看 突然 有个人 从这山洞里走出来了 这个人是镇上的妇人 叫彼得斯坦普 因为他出现这地儿啊 恰好是狼消失的地方 这个倒霉的彼得斯坦普呢 也被当成狼人 抓回镇子 准备接受这宗教法院 对他的审判 经过几个月非常友好的审判 彼得斯坦普啊 说了实话 他不是普通人啊 从12岁的时候 开始学习黑魔法 20岁的时候 就跟这魔鬼撒旦达成交易 撒旦可以满足 他这一切愿望 但是彼得必须奉献 自己的灵魂 成为一个狼人 而且他变狼人啊 不用非得在月圆之夜 撒旦给了他一根腰带 只要他把这腰带系上 直接背成狼人 摘了腰带就变过来了 一开始呢 彼得只敢对小镇的家畜下手 慢慢的胆就大了 把这目标变成了人 根据彼得的说法 从1578年开始 他一共吃了16个小镇居民 其中还包括他的孩子 小镇居民听说之后 一下就愤怒了 纷纷要求处死这彼得 1589年10月31号 彼得在贝德堡广场上 被公开处决 处决现场啊 拒绝了4000多名围观群众 这次处决手段啊 太残忍了 具体我不能说 要不我们今儿节目就被封了 简单说吧 这次处决持续了几个小时 广场上回荡着 彼得的惨叫 还有这围观群众的欢呼声 这次狼人事件 被详细的记载下来 写成一本小书 至今保留在大英博物馆里 咱们今天回看这个狼人的案件啊 肯定感觉特别荒唐 整个案件中 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 彼得是个狼人 而且这所有事还都是他一人干的 这整个事的来龙去脉 都因为他自己的供述 咱们之前节目里啊 提到过一回女巫审判 里头说了啊 当时的教皇下达过一道圣旨 说这所有的女巫啊 不会主动承认自己是 得对他们言行逼供 所有被抓住的女人 没有能挺过言行逼供的 承认自己是女巫 这狼人审判啊 也是这么回事 彼得被抓之后 在审认过程中 也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言行逼供 逼他承认自己是狼人 所有事都是他干的 这么说啊 不是我瞎猜 咱们回看一下那个年代啊 恰逢科隆战争时期 整个德国地区都处于混乱之中 不少人失去家园 跑到没有被战火影响的地方 而故事发生的贝德堡 恰好聚集了大量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这帮人里头什么人都有 什么强盗连环杀手强奸犯 这些人在贝德堡干一些 杀人越货强奸的事 那太正常了 但是啊 教会不能说是他们干的 因为一旦说是他们干的 就等于把这些事的原因 归结于战争 科隆战争 那是一场宗教战争 几个教派之间互相看不顺眼 打起来了 后来呢 越打越惨 这要承认了这些事跟战争有关系 那所有人都得起来反抗教会 那对教会的统治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所以呢 教会就得找一个背锅侠 给他安一个狼人的罪名 把所有矛盾啊 都推到他身上 转移矛盾 很不幸 彼得斯坦普就是这个倒霉蛋 说白了啊 狼人这玩意儿 就是教会为了维护自己统治 凭空创造的一种怪物 彼得斯坦普啊 那就是个牺牲品 果不其然 彼得这个狼人在被处死之后 小镇中的失踪事件啊 没有停止 之后的十年里头 当地又发生了二十多起失踪案件 有些人的遗体被找到 很明显 那又是狼人干的 再往后呢 随着这战争的结束 这些失踪事件也就停止了 这更加说明了啊 彼得斯坦普跟这些失踪事件压根就没关系 他死的忒冤枉了 最后啊 咱们说点轻松的吧 这个彼得斯坦普啊 还有另外一层关系 他有一情妇叫卡特林纳 特朗普 这个卡特林纳的子孙中 有一个叫汉斯特朗普的人 移民到了美国 后来呢 还有个子孙 美国著名前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 好了 关于这场臭名昭著的狼人审判事件啊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夏人坏 你的人形故事机